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认为皇帝内经成熟于皇帝时的是皇帝所写 这部传世名作在流传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 一度又失传了 皇帝内经在医学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 把内经成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梦 那么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 里面究竟蕴含了怎样丰富的养生智慧 皇帝内经能给我们的健康人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倩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皇帝内经第一部之神秘的经典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皇帝内经 说皇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略微知道一些 尤其是通过电视 认为皇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 有些人对皇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 不知道是什么 我认识的人 有的人问我 说的听说你是搞中医的 你研究什么专业 我告诉他我是研究皇帝内经的 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 说皇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 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 还有人告诉我说 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 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 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 说这个内经啊 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 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 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 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 告诉他怎么去治 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 是一本医学著作 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 把内经作为一章 这么来看 也就是皇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 内经当中呢 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 立法啦 地理 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 因此有人把内经呢 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那么实际上我们讲 内经我刚才说了 是一本医学著作 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 称为是医家之宗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 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 社会的知识也好 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 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 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 既然是医学著作嘛 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 有什么点特点呢 我们讲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这就是它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 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 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 我们吃什么 我们穿什么衣服 要根据四十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 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 叫做因食来养生 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经验 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 可能一个病啊 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 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 这是什么呢 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来去治疗 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 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 人以天地之起生 以四十之法成 同时呢 他又把这个人呢 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 我们现在西医当中 有人看过西医 总怕知道 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 你是缺那了 还是缺铁了 还是缺钾了 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 有人血不足了 失血过多 可能就挂个血袋 或是全血 或是血小板 给你补 也就是缺什么 补什么 你看中医是这样吗 中医就不是这样了 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 这个东西啊 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 而是应该靠你人体 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人血虚了 可能呢 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 当归补血汤 当归补血汤 主要就打药 一个是当归 一个是黄旗 当归呀是偏点补血的 黄旗呢 却是补气的 他强调一个观念 叫做什么呢 以气来生血 有的时候我们想打个笑话 说你的当归和黄旗一煮 拿瓶子一煮 它能变成血吗 变不成血 这个当归和这个黄旗呀 它得让人吃进去 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 也就是说 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呀 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 严曼之一 他把人体呀 看成是一个整体 所以你看他在讲武藏的时候 他把这个武藏啊 就比喻成一个什么 小的朝廷 里边有君主 也就是有皇帝嘛 还有宰相 还有什么呀 将军 还有管粮似的 这样的官吏 看成一个小的整体 所以呢 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 通过这个小的整体 通过这个国家 把自己的内部事情 就能够解决了 流传了2000多年的 《皇帝内经》 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 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 《皇帝内经》 究竟还有什么特点 与西异相比 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 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认为呀 我们这个人体呀 整个的世界呀 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 我知道大家有多看中医啊 可能就有多让人惊艳 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 中医大夫说我是这个病 给我开了三副汤药 而且还告诉你 三天以后 吃完药以后 你过来 我再给你看 我可能要调调方子 也就是说呀 他认为呀 这个疾病啊 这个人体呀 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 因此 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 过了几天 可能这个疾病呢 就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根据这个变化 再进行处方用药 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 辩证论治 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 来去辩证 来去处方用药 同时呢 内经还认为呀 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 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内经在认识赞辅的时候啊 他并不是像西医那样 说把你这个人体呀 怎么样呢 说解剖开 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 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 他不是这样的 他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他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 那什么叫脏象呢 有一个住家 明代的住家张介斌 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脏啊 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 而这个象是什么呢 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 一些真相 当然里边包括脏腑的实体的 他的一些外观 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 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真相 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黑箱理论 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 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 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 跟西医所说的脏腑 完全一样吗 就不完全一样了 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 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 有意思呢 你像我们说 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 胃大肠小肠三胶膀胱 成为什么呢 五脏六腑 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 这个五脏六腑啊 大体的解剖形态 跟中医还能对上 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 那就是什么呀 三胶 中医说三胶叫什么呢 叫做绝度之观 水道出业 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水业代谢的 这么一个道路 这是三胶 跟西医能对上吗 对不上 那么三胶的一个形态 就脏腑形态来讲 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呀 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 中医的一个经典主播叫难经 难经就明确告诉你 三胶啊 有名无形 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 说不清楚 没有搞明白 而且也没搞明白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 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 一千多年了 两千年了 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 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而这门医学却发展的挺好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一个 它比较重视它的功能 并不太重视它这个实体 周一当中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行而下者未知弃 行而上者未知道 也就是说 古人的思维呀 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 行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 规律事物间的联系 而不是非常重视 具体的 行而下的那个器物 因为古人也认为 这个器物太多了 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 搞不完 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 应该抓住 众多器物当中 共同的东西 抽象出来的东西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有人讲说中医啊 太有理论了 另外中医啊 它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 认识这个事物呢 用相思维的方法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 说这个相思维怎么来运用 说外界一刮风啊 这个树枝就在那摆动 摇动 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 自己能自主吗 自主不了 自己控制不了 叫随风而摆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 叫树欲静而 风不止吗 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 人体这个肢体呀 如果不听使唤 终于就认为什么呀 这可能就是一种风病了 你看我们得脑血管 以外的这些病人 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 或者是不能动的 听使唤吗 不听使唤 像帕金森是综合症 有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 这终于经认为啊 谁让它抖的 谁让它不听使唤呢 这是由于风 所以叫风上则动 这就是一种相思维 有人都用过水壶 说那个水壶啊 它能倒出水来 它那盖上啊 必须地有空洞眼 有了这个空洞眼 这个水怎么样呢 才能出来 如果你把那空洞眼 给堵上的话 这水可能倒不出来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现象 也真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 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 说我们人体啊 也像一大水壶 这个水要出来 得靠什么呀 得靠上边有气眼 这气眼就是谁啊 就是肺 所以中医当中 就有一个方法 去治疗水肿的 怎么之呢 宣肺的方法 把宣肺的方法 治疗小便不通 治疗水肿 成为啼壶接盖法 其实这就是一种 相思维的这么一种运用 因此我们讲啊 内经啊 确实真有它的特点 实际上啊 它主要是用什么呀 古人这套思维 阴阳 五行 精气学术 来把我们人体 跟自然界紧密的 结合在一起 进行分析 进行探讨 这实际上是一种 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 一种独特的方法 当然了 明清以来 西医呢 传入到中国 我们中国呢 就有许多人呀 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 来去衡量我们中医 好像是符合西医 这个标准的 就是科学的 不符合它标准 就不是科学的 把认识人体 用一个唯一的标准 去衡量 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世界也好 人体也好 是复杂的 不能也不可能 用唯一的东西 去衡量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 记得中医 坚持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 来认识我们的 大前世界 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 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可能更加重视 我们个体治疗 更加重视 我们心理的因素 更加重视预防 更加重视环境因素 而这些东西 中医学 确实都有它 一个独特的反应 因此也有人说 中医学代表了 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现在很多人都在提 叫精准医学 精准治疗 什么叫精准治疗 这不就是对这个个体 根据它的个体情况 去实事求是 结合实际的治疗 这不正是中医学的 辩证论证 中国古代医学 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 那么作为 中国古代医学 奠基作用的 《皇帝内经》 它究竟是一部 怎样的奇书 究竟是谁写的 它的行程 距离我们今天 到底有多久呢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呀 是刚学中医不久 就到学校图书馆呀 去借内经 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 说我要借一本内经 这管理员呢 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 他说这不是内经 我要内经 图书管理员呢 又给他拿了一本零书 他说也不是这个 他说我要内经 结果图书管理员 没办法了 找来找去 找了一本内经 内经啊 实际上是一个 明代著名一家张介斌 著内经的著作 结果这位同学说呢 也不是内经 我要的是内经 实际上这是一个 闹了一个笑话 《皇帝内经》啊 是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什么呢 是素问 一部分是零书 现在来看呢 素问有八十一篇 零书有八十一篇 两个合起来是一百六十二篇 是一个论文极性质 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 这结构也挺有意思 里边的内容呢 是一问一答 大多是一问一答 也就是皇帝跟齐伯 皇帝跟少师 皇帝跟伯高等等啊 一问一答 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 成书的呢 这就是他的成书年大问题 对这个问题呢 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呢 皇帝内经啊 皇帝内经嘛 成书于皇帝时代 是皇帝所写 还有一种观点呢 认为啊 内经啊 是什么呢 是战国时期 缩写 因为战国时期啊 诸子百家 风起啊 各种思潮涌起 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是什么呢 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诸多 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诸多呢 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 可能要明确两点 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 所谓成书年代啊 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 编撰在一起 形成了一本书 这叫成书年代 说你不能把这个 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 有这种思想 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 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 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 皇帝这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既然有书了 恐怕就有它的书名 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 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 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 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 有这个书名 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 那么基于这两点 我们去考察一下 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黄帝内经》这本书啊 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 是在班户的汉书一文字 而汉书一文字呢 引得谁的呢 留下留心的七略 当然七略也丢了啊 是班户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 那么这么看 咱们现在就明确了 《黄帝内经》最晚最晚成书于 西汉末年 公元前26年 这个时候 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 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 这个你可以网上揪 那就文献记载 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 一查 我们发现呀 你包括吕氏春秋呀 什么韩非子呀 春秋返路啊 等等 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 说明那个时候 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 尤其是吕氏春秋 那么吕氏春秋 把诸子百家都挥集在一起 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 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 说我挂在城墙上 谁来给我挑错 挑一个错 可以讲它千金 一字千金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 没有记载《黄帝内经》 说明什么 说明 《律史春秋》那个时候 还没有《黄帝内经》 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 标志性的就是《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大家都知道 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吗 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 上下几千年 而里边呢 又记载了什么 一书 给一家做过传 有一个什么呢 《扁阙苍公列传》 那么又给一家做了专门的传记 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 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 说明什么 《史记》成书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 那么《史记》成书于什么时候呢 经考证一般认为呢 是公元前九十九年 是司马迁入狱 那么也就是说 《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 可能是《史记》成书的年代 不早于公元前九十九年 那么也就是说 在公元前九十九年 到公元前二十六年之间 《黄帝内经》编撰成功 当然了 我们说《内经》呢 我刚才前面说过 一百六十二片 各篇成书的时代 并不是他真正的成书的 编撰的成书时代 有的篇可能早一点 有的篇可能晚一点 说到这儿 恐怕大家也清楚了 他的作者是谁呀 是一个人吗 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 他是把相当长的 这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 收集 整理 编撰而成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成书年代 与他的作者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说的这个 刚才作者提到 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了 那么皇帝 公马就是一个脱名了 所以在《黄南子》当中 也提到 说世人呀 多尊古而见尽 所以凡为道者 必托之于神农皇帝 而后方能读说 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 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 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呀 它有根 老祖宗就说了 能立得住 所以干脆就脱名了 所以皇帝是一个脱名 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 皇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 是什么含义 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 是个脱名 内经 因为在汉书一文字上 记载当时有一经七家 有皇帝内经 还有皇帝外经 有扁阙内经 还有扁阙外经 有白氏内经 还有白氏外经 另外还一个旁篇 这叫一经七家 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 就剩一本皇帝内经了 所以有人也猜测 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 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 治疗 可是外经 我们现在找不着 因此无法来确定 也有人称 这个内经啊 内跟外啊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 经常称为什么呀 上卷下卷 上篇下篇 相对而言 并无何深意 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 那么内经呢 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 一个是素问 一个是灵术 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 有的著家就称过呀 说素问 素是平素的意思 问是问答的意思 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 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 是皇帝问 齐伯达 一问一答 也就是说 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 给记载下来了 就形成了素问 是不是这样呢 宋奈有一个医家 林毅 对医书进行过教看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恐怕不是这样 他说啊 按前遭度记载啊 说万物都是什么呀 有形生于无形 那么无形生到有形 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有太义有太初有太史有太素 太义是什么呀 太义是未见弃也 弃还没有呢 太初是什么呀 太初是弃之时也 太史呢 是行之时也 有弃了 然后弃句就成行了 最后是什么呀 是太素 太素是指之时也 有它的根本东西了 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 就认为 所谓素问 素是本质的意思 只知时也吗 只是本质的意思呀 那么素问在问什么呢 我们人体 生长壮老义的根本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生命的根本是什么 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 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这就是素问 灵书啊 原来呀 它不叫灵书 所以一开始啊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酒卷 所以在这个东泰啊 这个张中景 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 伤寒杂病论 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 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历 说呀 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 转用素问 九卷 八十一难 等等 这个九卷指的是谁 就是指了我们现在的灵书 为什么叫九卷呢 这是因为皇帝内经 整个是十八卷 除掉素问九卷以后 还有剩下什么呀 九卷 所以拿卷名当作书名 成作九卷了 那么灵书这名字是谁起的呢 哪来的呢 这实际上是唐的一个著名的一家 叫王冰 这个人呀 是对素问呀 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视 王冰 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 那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 而且呢 偏刺也是非常的乱 这个题目啊 跟那个文字呀 不相对应 所以王冰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密本 对内经进行了 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鞭刺 整理注视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 我在这里说 王冰啊 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 那么他在鞭刺 素问的时候 是引用的书籍 引用了什么呢 引用了九卷呀 真经啊 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 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但是说什么叫灵书 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吗 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 关键的意思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 也是迄今为止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 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 然而这部及中国古代医学大成的神奇巨著 却在两千多年的漫漫历程中 命运多舛屡遭不测 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 请继续收看《黄帝内经》之神秘的经典 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它的流传 《内经》成书以后啊 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 刚才咱们讲啊 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兵的时候 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 所以王兵呢怎么样呢 进行整理 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密本 对《内经》进行重新的 鞭策证理 而且这梅呢 有的地儿怎么样呢 丢字了 王兵就开始怎么样 补入 而王兵智学非常严谨 他也提到啊 他说所补之字 积虑诸书之 用红笔去 原来的经文可能就是墨笔嘛 所以这想让后世知道吧 哪些是我王兵所补的 哪些是什么呀 原来就有的 当然可惜啊 到了北宋的时候 国家成立一个教证医书局 李毅高宝衡 领衔教证医书局 对苏文进行教证的时候 发现王兵的这个筑 王兵的这个本子 已经朱末不分了 而且王兵还一大贡献 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 怎么样呢 运用了 因为这本 苏文呀 到王兵的时候 我刚才说啊 苏文有九卷 王兵所见的就八卷了 缺了一卷了 王兵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 补入了一卷 这一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 五印六气学说 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 运气学说呀 实际上是王兵 根据老师张公秘本 补入的 因此有人也怀疑 说这个五印六气 在内经当中啊 好像不像是 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 甚至有人怀疑 这个五印六气 是不是王兵自己的著作 给塞进去的 当然我们讲 这是一个猜测了 那么苏文经过王兵整理以后 进一步流传 到了北宋时期 北宋成立教证医书局 对塑问进行教堂的时候 教证的时候 发现这个塑问又不行了 又已经非常的淫乱了 破烂不堪了 所以组织力量 又重新进行了教证 整理 那么塑问经过林毅 他们教证以后 流传致敬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塑问这个本子 这本书 实际上是 经过唐代王兵之手 又经过北宋 林毅教证医书局 进行教堂过后的本子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 灵书呢 我们说啊 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 苏问还经过了唐王兵的整理 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 而到了北宋 教证医书局 准备对医书教堪的时候 也列有灵书的名字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教证 教堪 灵书这本书 在中国流传 真是坎坷不平 到了北宋 高利国 到中国来进县书目 其中呢 有灵书这本书 当然了 也有人说 说他不是来进县的 他是拿一批书啊 到中国来换书来了 换什么书呢 私质通鉴 当时呢 中国的这个朝廷啊 就开会讨论那件事 说私质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 值当的不值当的 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 可以换 给他们 由此我也跟大家说 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中国 有灵书 又把它看行 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 中国的战火纷飞 灵书呢 怎么样呢 又丢了 又没了 一度又失传了 到南宋呢 有一个使官 名字叫使宋 哎 家里有什么呀 家藏秘本 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 又重新给以了殷氏 最后堪克发行了 流传到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 实际上是南宋使松 把家藏秘本进行了殷氏 这么一个本子 也有人依此称呢 说使松藏的这本书啊 就是当时谁呀 高立国进宪到中国的 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 有道理没道理 有道理 这是他的一个流传的过程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素问也好 灵书也好 我们现在都在看行着 我们有时候说 什么本子最好 有人问我们 实际上是人为出版社的 我们简称叫梅花本 这是这个本子 还是不错的 这是灵书和素问的 这么一个大体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一部书 我刚才也说过 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瑰宝了 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 说什么叫第一部 时间最早 而且是最全面 最系统 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 展示了出来 因此也可以这样讲 说中医从哪发展起来的 中医就从皇帝内经发展起来的 因此 把内经成为一家制宗 一家制本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皇帝内经 就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 这么一种反应 我们说中医要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那学习内经 了解内经 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这次讲说呢 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 为什么讲五脏呢 因为这个五脏啊 它实际上啊 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 相思为精气学说来去认识问题 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 大家一学习五脏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 了解我们的人体 对于我们养生啊 防病啊 都有很大的意义 我刚才也提到啊 五脏之间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内经当中有这样的两种认识啊 一种认识是什么呢 把它比喻成一个国家 是一个朝廷 里边有皇帝 君主之官 那就是新当 还有相府之官 就宰相一类的 那就是废子 还有将军之官 等等 是一个整体 另外一个 内经呢 又用五行 把五脏怎么样呢 进行了认识 你看这个五行之间 木火土金水 这之间又有相生 又有相克 谁也不能不急 谁也不能太过 如果有一方不急 另一方就来去滋养他 促进他 谁要太过 另一方可能就来压制他 下一集 我们开始首先讲 新为君主之官 接下来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